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常言道 人间只到黄金贵 不问天宫买少年 交好的容貌常常最容易溜走 但在娱乐圈中人人好像各有一套保养大法 岁月在他们脸上 总只舍得温柔地抚摸 王一博是近年当红的流量明星 不少你粉丝们都是因为陈情令中高冷俊逸的他所圈粉 在现实生活中王一博也是十分精致 从韩国进修回国的他 更多出了一丝温柔中不失刚毅的轮廓 这也让他在近几年人气暴涨 一连多次拿到各种高奢品牌的代言机会 明星生涯不可谓时如火如荼 进入了各个媒体争相采访的抢手明星行列 可是近日各媒体爆料 在王一博和某大台代言期间的传回图来看 不少网友发现镜头中的王一博 整体形象和气质都大不如前 在与品牌方合照的图片中 王一博因为有些发福而没有将代言的服装 穿出很有气质的感觉 不少人直呼 这次王一博的气质很拉胯了这次活动的品牌氛围 给人一种土味十足的感觉 不仅如此 有细心的粉丝发现 王一博的脖子好像比之前要粗糙很多 新增了许多条黑色的紧纹 而且从前修长的脖子 现在也粗了很多 给人一种很苍苍的感觉 让一大批王一博的迷妹们纷纷粉转路 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 想想刚出道时 王一博的颜值一笔之下如今更显得索然暗淡了 自从媒体报道王一博颜值下线后 人气自然不如以往那么多了 但是引起微博热度的又一高潮的是 有人爆出王一博颜值崩塌 是因为最近他饰演的一部新戏 虽然戏的内容还不能透露 但是已经有不少吃瓜群众爆料 新戏中的王一博需要扮演一个车夫 但是这与王一博现实形象十分不符 现实中王一博戏皮嫩肉 手脚先长和车夫这个形象完全不搭边 为了更撇合角色 王一博选择用橘铁的办法 让自己快速壮士起来 但是这也为他带来了许多副作用 当时时装展的时候他正值恢复期 所以才让不了解的观众误解是吃多了而发福 事后 王一博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给网友们道了歉 这没有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误解而感到十分的抱歉 并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后关注他新戏的表现 并接受大家的建议 这一波操作让王一博的热度又掀起了一阵高潮 曾经对他有误会的不少观众纷纷转变态度 大多数人十分欣赏王一博作为演员的演艺操守 认为他是一个在当下浮躁的演员小蛋中比较负责任和专业的明星选手 于是对王一博的风评一下子转变 他颜值崩塌的报道 一下子被他敬业的文章盖过 王一博一时之间又至手可热了起来 艺人的颜值形象是最能直接给外人呈现出最好的第一印象的最主要因素 因此对王一博等中明信而言 只有对自己日常形象的不断保养和管理 才能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和网友 才能维护自己在粉丝们心中精致高大的形象 就目前来看 王一博要想在短时间回复颜值巅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他选择认真的走演员这条路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从他可以舍弃所谓的颜值包袱 而选择尽可能的去贴合人物中就能看出他在心里也深深明白 年华一世好看的皮囊只是一时大家看久了总有艳起的时候 就算大家一直喜爱 但他总有青春不在的时候 而演艺圈中最不缺的就是青春的面孔 到时候他又靠什么留住粉丝和观众的心 只有夯实自身 不断丰富自己身为演员的表演能力 用演技打动观众 让观众感受到欣赏到自己除了颜值 还有他们值得期待和欣赏的地方 年花一老 但是随着时间的沉淀 演技永远不会老去 只会越来越成熟 就像一杯葡萄酒 越酿越让人回味无穷 值得的人自然会等待这次和品牌方合作的图片 以上传王一博确实受到了很多非议和攻击 从一些脱粉的网友们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他们对王一博这次的形象外在十分不满 认为身为明星 应该好好注意和管理自己的外在形象 而不让粉丝失望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还有不少人公然抹黑他 这些人表示 王一博人红了就飘了 赚够粉丝的钱和流量就开始放飞自我 完全不注意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和流量效益 怒骂自己粉错了人 并劝圈内粉刺赶紧脱粉 为王一博举牌不值得 虽然之后媒体又爆料 王一博是因为敬业而贴合人物做的造型设计 让不少网友改变态度 可依然还有一小副粉人 仍然对王一博的微博进行攻击和谩骂 只得他强行为自己洗白 赚取网友同情心 并表示造型设计 并不是他对自己身材疏于管理的理由 在这一件事上 王一博对此并没有做出回应 虽然很多人为王一博感到愤怒 但我认为王一博做得很对 现在发表什么言论 在那些不分是非的人眼中都是错误的 只有在王一博新戏播出的时候 才是观众们评论是否值得时刻 相信现在的王一博也在认真筹备新戏中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的转变吧 王一博寸头高级感十足 被人吐槽肥胖后 受益圈重回颜值巅峰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资源在童年龄段的其他小生中非常不错 一步接一步拍戏 时尚资源也很好 近日 王一博又现身了某品牌的发布会 可以看到王一博的造型和以前相比变化很大 不再是留着韩式的发型 脸上也没有了花美男的感觉 上身穿坎尖夹克 下身穿牛仔裤 看起来有种型男的感觉 感觉这样的王一博瞬间成熟稳重了不少 尤其是在发型上 更是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王一博的头发被剪得更短了 村头看起来干净又理所 显得整个人清爽十足 高级感十足 不得不说王一博的这款版寸造型太爱了 满满的酷帅逼人的即视感 有着英气十足的俊朗范儿 这样的发型把他荷尔蒙满意的状态表达了出来 新生南静的印汉峰和霸道总裁的feel 不仅是在发型上 王一博的身材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之前在理想照耀中国的时候 大概是按照剧中的人物要求去增肥的 王一博在剧中看起来变胖了不少 不管是身材还是脸蛋 都比之前胖了一圈 所以被很多人吐槽 胖了的王一博颜值瞬间就没有那么高了 如今角色已经杀青了 王一博也担起了偶像的责任 开始减肥瘦身 瘦了一圈后的他颜值又回到了巅峰时期 王一博这次穿的西装非常修身 尽管西装的袖子非常窄 但王一博依然游刃有余 可以看到王一博的脖子也变长了很多 大概也是因为瘦身的缘故 王一博的腿又长又细 整个身材比例都拉长了不少 果然瘦下来就会自带高级感 五官都变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